去 分头堵住所有宠口 然后一起向地下室方向 一点一点地给我搜过去 一个地方也不要漏过 喂 喂 汤妙 他们现在在哪 进入监控的死角 应该正往楼上来了 那边区域的监控 被他们打坏了 现在看不到地下室的部分 夏柳青带着神格手套 一路上都靠他 用灵须纸击碎监控 搞定 他们连您的家伙都没收走 怎么可能 唐妙星 他自己给我送回来的 这么说 你能来放我 也是唐妙星给他机会 老夏 想想唐妙星最后说的 站在你们的立场上 你们想怎么做 都是天经地义 但不替对方考量 做事完全没有余地的话 就像现在这样 你们不但得不到想要的 而且绝不会有好下场 这老小子的意思和张楚兰一样 对他的唐门宝贝留一手 你说他想干嘛 谁知道呢 这边没有 那边看看 这边也没有 怎么办 推 快路 出乎张楚兰意料的 除了柳妃雄的突然出现 还有夏柳卿 伸手将自己拦住 柳妃雄 从几人中间穿过 贴在墙边 观察远处 搜查张楚兰的唐门门人 然后转身 扔出以气凝成的罩子 虽说夏柳卿说了没事 但是张楚兰和陆玲珑 还是下意识地想要挣扎出去 另一头 正在搜查的锅盖头 忽然听到一对脚步声 他扭头一看 唐小豹和柳飞雄等人走了 小豹 雄哥 找到那些家伙了吗 原本应该关着夏柳卿 和金凤的牢房里 现在只剩下两个空荡荡的手铐 张望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 他身后是陶陶等外门精英 还没找到吗 没有 虽然你们几乎都没有经验 但是我对你们的手段有信心 而且 你们都接受过我的训练 地道的唐门风格 对吧 嗯 老唐门从不和人较量 所以没有对手 只有目标 唐门的目标 只能去死 动手吧 明白 张望忽然听到走廊尽头传来的脚步声 扭头见到是王振球 悠哉悠哉地朝他走来 依靠玉化毒的易容 张楚兰等人成功骗过了搜查小分队 变成唐婷婷的陆玲珑 还在兴奋状态 连声音都能变 厉害啊 玉化毒 什么时候潜进来的 好几周前 门卫的老头就让我给换了 唐门的人声音外形都被我了解得差不多了 动手那天 我和老院头都在外围 打架不用指着我 老院头没露面 就是以防万疑咱们别全军覆没了 得知我们的人失守了 老院马上去拉了援手 现在图军坊 吕良 已经和老院他们会合了 在老校区周围躲着 本来是合计之捞老相 不过风险太大了 新来的也不愿意和老院图军坊合作 要不是冲着金凤 他还真不来 你说吕良也来了 怎么 对 对 那小子对付过你 老家 怎么样啊 继续的话 我通知外面的人一起行动 可以 但是 有点变化 啥 动起手来不能废堂门的 这有点疯狂啊 要不是老小子唐妙星放水啊 我和金凤都交代了 管他打什么算盘的 反正命他给的 这次我卖他面子 你告诉那几块料 要来就答应我 要不趁早别来 行 随您 老院头果然怂了 图军坊也不来 这老花头 前面上去就能逃出去了 眼看希望就在前方 侧前方的门忽然打开 唐文龙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斜眼瞧着伪装的一行人 向他们走来